作词 李宗盛 欢迎来到相逢宁静中 让我们在宁静中找到自己 领受生命 今天我想同你们分享 不被需要的估计这个主题 让我们在一个不被打扰的空间 选择一个舒适而警醒的姿势 你可以坐着或者躺着 轻轻闭上眼睛 全身放松 缓慢地调整自己的呼吸 深深地吸气 慢慢地呼气 吸气 呼气 在一呼一吸之间 留意至高者 温柔 死爱的目光 有一天 我末观人子 被安放在坟墓里的场景 我静静地 躺在坟墓的地上 默默地 陪伴着人子 很长时间 我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 突然 我意识到 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留恋 并不多 我为这些留恋祈祷 并把他们交托给人子后 我说 或许 你现在 可以带我离开人世了 我对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什么留恋了 随后 我发现自己 不留恋这个世界的原因是 我 并不太被需要 孩子 已经成年 我也为他留下了 一些足够他自立的资源 配偶 对我表达的不满更多 而表达 对我的需要 则很少 虽然 他们在情感上 可能还有些需要 但 过一段时间 就会慢慢 淡忘我 其他的亲朋好友 似乎 似乎 也不太需要我 这个世界 更是如此 有我不多 无我不少 整个世界 都不需要我 我深深 感受到孤独 与寂寞 接着 我对人子说 其实 我也没有感觉到 你和父 对我的需要 你带我升天堂 只是希望我 过得好而已 人子 反馈给我的 是一副老父亲 等待儿子回家的图像 以及 人子那句 我渴 的呼喊 我从中 感受到了 父和子 对我的爱 与需要 父 多么渴望 我回到 他的身边 子 多么需要 我的爱 与安慰 我深深地感受到 自己 如此地被需要 被爱 这 给了我新的动力 不被需要的感觉 是非常糟糕的 亲爱的朋友 你是否有过 不被需要的经历 或感受 那是一段 怎样的经历 它带给你 怎样的感觉 这段经历 又让你 如何看待自己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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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或许你可以把这样的经历 感受和你对自己的看法 一一分享给至高者 听听他的反馈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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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